2023年即将过去 有留意本地时政的读者 相信都听不少金句或名言 当中有些相当逗趣 亦有一些具象征意味 对本地时局意义重大 本文为读者 选时句社会名人 官员的金句 祝大家快速回顾 其夜缤分译词基本上 在9月起完全达到深入民心 果 今年1月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 接受媒体问时回应 最低工资水平过低 甚至个别情况下 于赠源水平的说法 他指 其实反公无细境细为 钱 对一个人看精神面貌 健康都好重要 但亦质疑无顾及基层工人困苦 本港议后复长 社交 离措施取消后 外界关注停办三年的公众集会 行能否复办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4月15日来港出席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 记主题讲座期间 此名言游行不是表达诉求唯一方法 并用广东指出希望香港天天办会展 搞创科 拼经济 跑马 五 炒股低钱 唯一后社会政治状况定调 4月27日 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出席恒大商业新闻奖颁奖期间 表示在香港当记者虽然起初要挨苦但钱 尚算不错 可享有有尊严开生活 会无会大富大 就无会开 同做问责官员一样 你都既有个合理 产生活水平开着 说法被质疑不符事实 因香港文工作者公认整体薪酬偏低 工作量多 以至难留住人才 更遑论与月薪洞数十万元的问责 原比较 4月29日 房屋局局长何勇贤在网台节目中 应部分简约公屋地点与市民工作地点太远的 法 他引述过渡性房屋住户的说法 指虽然往来区交通时间增加 但乘坐巴士沿途环境优美又 观赏日落 是心灵洗涤的快乐旅程 政府于7月起 下一阶段控烟政策咨询 医务生局局长卢宠 7月14日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 控烟需要 民共同建立文化 举例指 讲的粗俗少少 大家辟 去 有个人餐厅裸织烟子出离 全场所有人辟 去 我无相信 取一个打多个 讽刺的是 12月10日有 加坡旅客在油麻第一间十四用膳期间 以阴头 临桌时刻吸烟和高声谈话 离开后遭对方暴遵 赋 酿成打斗事件 政治学者原弥昌一家政治光 极阔 甚据话题性 警方国安储今年7月通缉 8名深海外人士 包括袁弥昌父亲袁公仪 去年已登报 袁公仪脱离野习关系的袁弥昌之期 新民党力 会议员荣海恩 7月4日于电台节目回应有网民志 为何大义灭亲却又不离婚意说 指袁公仪血缘 是两名小孩的爷爷 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就算离都无会解决晒所有问题 但呼吁员工已回港自香港国安法下 政府至今播出130亿元维护国家安 开支专门款项 内容不予公开 保安局局长邓炳 7月下旬接受有线新闻节目访问时回应指 拒绝 陆细节是为了防止有人揣测和攻击政府的国工作 奥妙之处就在于 你无知到我几时用完 你无知到我用左几多 有需要实在申请 香港一号继复苏未如理想 由企业间消费势道不振 政府后推出香港夜宾分系列活动 8月21日 自由党向特李家超提出市政报告建议后 一项经据多多的 奎章与人向传媒解释 所谓夜市经济并非简单 人卖鱼蛋 卖丸子吃 而是鼓励市民不要太早回 多点夜间消费活动 点样可以搞到好似张宇人 低伯爷工都可以9点10点 去到11 12点同埋孙女一起去 贵方批酒呢 政府今年修改区议会选举制度后 12即举行第一次选举 并启动铺天盖地的宣传活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星11月18日出席电台节目时 行 政府为了宣传投票 是空群而出和无所不用其 承上 特首李家超于12月2日出席一场活动时 再次 力呼吁市民投票 又大展幽默感 不投票肯定系 失了 因为你最想出离帮你作业格格区议员系 第二个 你无会满意价吗 你中一个个人一定要追 骂 所以我先至得到我太太垂青 撰文 林剑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精彩内容 别 masc典 然后 务僅